上一节咱说了 痛风也是一种避症 它是脾气堵了 脾气运化失常以后 会产生失邪 而张老师也说了 这种失邪主要是失热 失热之邪避阻于关节 就会发生痛风 说到这儿有热心观众 有话要说了 我之前痛风发作的时候 就躺在那个地方 又红又红 还是够糊的 我回去这不是有热了吗 拿头梁的毛巾 敷一下能不能好 将近温 缓解缓解 结果可好了 那更疼了 当时都够疼猛了 我觉得它这个方法 还是不太妥当的 因为我们讲 痛风主要是失邪 失为阴邪 它喜欢温热的环境 温热的环境 能促进失邪的运化 它用寒凉的方法 就造成了什么呢 寒凝失足 失邪组织在那儿了 不痛则痛的症状 就更加明显 那一般情况下 在中医在处理这个方向的时候 我们寻找什么样的规则 一般的来说 发作气 因为关节红肿热痛 我们除了清热 还要立湿 像这样的痛风的患者 我们推荐一个小方子 可以降降尿酸 可以去去湿 那什么样的小方子呢 我推荐一个 百合30克 车签子30克 煮水或者泡茶饮都可以 就是贫腐 一天多次服用就可以 用多长时间呢 这个得至少得10天 老师啊 我知道这个痛风啊 它是挺难缠的 挺难去除的 那咱的方法是缓解 痛风时发作的这个症状吗 还是会改善到什么程度呢 发作的频率少了 症状减轻了 痛风发作的时候挺遭罪 用湿冷的毛巾冰敷 这法子也让张老师给否了 那咱该咋办呢 您别急 张老师有个小药包 可以来帮忙 我推荐一味药就是黄白 中药黄白 你把它打成粉 打成粉呢 用这个香油一和 忽在那个红肿热痛 那个关节上 能够缓解疼痛 但是要注意啊 如果过敏了 就一定及时地戒下来 身上呼呼冒凉风 这股风是打哪来 为气受阻以后呢 感受风寒之邪 避阻于基表 诗于温序 推荐用黄旗贵之五物堂